我想要花点时间总结一下 2020年下半年 在新冠疫情开始的期间 我就那时候有祷告神 说我可以做些什么呢 神就很清楚的引导 要我开始做网络见证的这个专案 那这过程我有做过见证 神怎么样透过梦境印证 然后催促我用经文来确定 这样的带领 那我就在2020年6月正式开始 那其中一个印证 就是神带领了两个帮手来帮助我 第一个帮手就是 温哥华运动广播公司的主持人凯传姐妹 另外一个就是立方姐妹 她甚至在一两年前 就是我甚至还没有知道 我自己要做这样子的事工的时候 神就已经引导她 让她有感动要做字幕编辑的工作 那时候还以为是要去有个副业 就去申请这样的工作 结果都没有回应 那一直到我邀请她来帮助我 做这个事工的字幕编辑的时候 她才知道说 原来神是要感动她来帮助我做这个事工 而不是让她有一个副业 所以这是我得到帮手的经过 那我想要总结一下 这半年来做了将近快要八十个视频的一个 大概各种的系列 一开始我自己先有一些不同的见证的采访对象 除了我自己有一些操练之外呢 也包括邀请了三个不同的姐妹 Cubic 立方姐妹 葵花姐妹 还有我妈妈 然后这样子的不同采访 有二十八集 然后呢 我自己也有做我自己的受洗见证 经历神的见证 还有跟我妈妈恢复关系的见证 这样见证总共有六集 那我第一个做的比较系列性的 这个视频的见证集是 猫咪宠物经历神这个系列 总共有八集 那怎么样透过和宠物的互动 经历到神的爱 那再接下来一个系列 比较完整的就是采访田送恩传道 这样一个系列 从他怎么出生受洗被呼召 怎么样走上这个全时侍奉海外宣教的道路 这样子的 他个人的这个见证系列有九集 然后中间也包括谈到教会经营门徒建造的这个部分 也有三集 那后来我们就讲了比较多的 就是十三集是有关于我们夫妻的婚姻见证 怎么样子聆听神的引导 搭配在一起 我们是当年神怎么引导我们能够走上这条婚姻的道路 很清楚神的印证带领 确定就是这是我们的另外一半 所以这个婚姻见证呢 是我们叫做上帝媒合的包办婚姻 这样子的一个系列 很多的细节 讲了十三集 那再接下来一个 在去年2020年年底的时候的一个完整的系列 就是在旷野中跟随云柱火柱而移动 迁移一系列 如何分辨以及顺服上帝的带领来搬迁 还有移动 讲的比较仔细 从我们当年怎么样 从台湾被神亲属的引导 搬到加拿大移民 后来又怎么样在加拿大不同的城市来移动 在11年内换了五个城市 换了三个国家 最后在美国落脚 这个一整个系列总共有12集 这个就是整个完整的回顾了一下 2020年将近80个见证的影音 做一个总结 那后来在2021年 神又给我另外一个层次的挑战 把挑战的程度有提高 我觉得经过了前面半年的预备 让我这个挑战的提高变得比较 比较好像容易的多 就好像一个阶梯 有一个承接的一个过程 我还记得当初我自己做的第一个 架着相机 自己第一个见证 真的是很枯干 那我也知道自己做的不是够好 但是呢 总要有个开始嘛 总要有个起步吧 就从那边来开始 那么这半年来 我自己也觉得自己在 编辑的技术啊 怎么样子来传达讯息啦 怎么样注意自己口语的架构啦 速度啦或者是精简我的字句啊 等等 总结我自己思维的能力 还是有提升的 所以这很感恩 所以新的一年的挑战 就是每天都做 而且做的范围跟种类都比较 比较多一点 比较宽一点 那这远算是一种学习跟实验 看最后年底的时候 神有怎么样清楚的带领 那么新的一年也在婚姻见证 如何靠着神的帮助来经营婚姻 恢复关系这个部分 也是2021年新的一个主题架构 会是一个比较长期性的 好 那2020半年来 有一个很好的这个铺垫准备 来帮助我2021年有更好的发挥 那我们这总结就到这边结束咯 谢谢大家